一早早江民國中的學長老春學 斷了到後三全體俗信和行政團隊上446人 分農提出來到西港慶安宮 準備向著天上新墓和千歲雅 上香敬拜 明天在5月18號就是108年 國中回庫的日子 為了要延續台北新進日後 訪本開紅盤的氣勢 17號上後江民國中的老春學學長 斷了一刻 全體俗信每人一期清香 堅信敬拜 祈求回庫順利 5月18、19 明天後天是我們國三會考 那每一年革命高中 再參加國三會考 高三學測 一定會到慶安宮宮 向陳歲雅宮 天上聖母 來拜拜祈福 事實上 這些孩子 都是抱著虔誠的心 那最近幾年 長久下來看到的我們考試的成績 不敢再會考 不敢再學測 也都是大壇人士 失蹤最佳 最好的 這裡我們要感謝 清安宮的所有神明菩薩的加持 跟庇佑 那學校除了希望孩子 在學業成績能夠不斷的進步 我們也在強調 品德教育跟感人教育 希望透過來這邊拜拜祈福 那祈福祈福 能夠孝親尊師 然後為自己的學業 也一起來努力 慶安宮總幹事 本一方表示 港民高中 為在地的學校 年齡大戶 都欣賞基礎 生命的佛優 已經 身為以西港的傳統 也很好所有的革新 可以扣出最好的身體 希望今天剛才我們前所說的聖誕 好日子 我們校長特別來請所有的學生 來我們慶安宮參拜祝福 意義非常重大 我們也祈求我們前所說 來比喻我們感人學生 這次可以做得好成績 再創這個感人的佳基 另外 港民高中家長回到楊尚書 今年還提供到金榜提名的煎餅 讓全體國三的庫薪 希望每一位庫薪 金榜提名 萬吉分 南臺新聞 幹信副西港 蔡翁報道